曾是两广都军的私人府邸 新桂西领袖班底也在此奠定 沦陷时期一度成为日军魔窟 今天来扒一下中华大戏院的前世今生 百年前旧桂西风头正进 人们常称那个时候的广西为路坛时代 广西王陆荣亭任命他的小舅子谭浩明 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 谭浩明在南宁银诗巷构建家宅 被称为谭公馆 公馆共三进 其中第二进为两层楼房 也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角 经历了两次月桂战争 旧桂西逐渐分崩离析 时任广西省长马军武 设立广西省公署军务厅于谭公馆 后来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 此时正任军务厅某科科长在谭公馆上班 与此同时 李宗仁率领的定贵军和黄绍红白宠喜 统帅的讨贼军合作 逐一清扫旧贵系势力 梁军会失难营后 双方部下因为争抢地盘冲突四起 于是绍红在谭公馆 宴请双方迎击以上头目 席间提议 梁军合并为广西定贵讨贼联军 推李宗仁为总指挥 自己为副总指挥 此举得到席间众人拥护 绍红当即衰背为事 今后当一心一德 服从李总指挥领导 就此奠定了新贵系的领袖班底 次日定贵陶贼联军司令部成立 这是新贵系的嫡系部队 曾以六千之众 先后横扫旧贵系六万军队 1925年又以不足两万人 击溃唐继尔滇军六万人 统一广西 26年受广州国民政府改编 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参加了北伐战争 宁汉战争 蒋贵战争 中原大战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最终于1949年11月 在广西伯白地区被解放军歼灭 言归正传 统一广西后 李宗仁将家事从桂平接来南宁 安顿在潭公馆 不久 李宗仁大夫人李秀文 写子去香港求学 二夫人郭德杰 陪同李宗仁开赴北伐战场 潭公馆改由广西省民政厅使用 1931年 黄旭初就任省主席 将民政厅迁往民泉路 广西省政府办公 32年 商人宋云生 租用潭公馆 将其改建为中华大戏院 独资经营 以电影放映为主 乐剧和歌舞为辅 影厅总面积约955平米 能容纳观众1000多人 是当时南宁最大的戏院 门面十分气派 每到华灯初上 戏院霓虹闪烁 使整条银丝像都亮堂起来 一时间 各色风味小吃摊都挤进银丝像 熙熙攘攘 成为南宁城最红火的去处 直到更夜一两点 末场电影散场 才安静下来 当时最受欢迎的 有国产片 《火烧红莲寺》 《荒江女侠》 关东大侠和《黄木之爱》 外国影片则有卓别林 和《华�》系列短片等 在《默片》时代 为了吸引观众 很多影院都花钱请人来 为画面配音 没有任何剧本和文字做依据 完全是配音者的即兴发挥 有时学些猪鸡狗叫 有时又装扮成小孩的腔调 总之以取悦观众为目的 时常逗得观众哄堂大笑 《中华鸡》系列短片等 《默片》时代 在《默片》时代 为了吸引观众 很多影院都花钱请人来 为画面配音 没有任何剧本和文字做依据 完全是配音者的即兴发挥 有时学些猪鸡狗叫 有时又装扮成小孩的腔调 总之以取悦观众为目的 时常逗得观众哄堂大笑 据说当年在《中华大戏院》里 最出名的配音者是一名叫陈老九的广东人 由于设备比较齐全 省政府在植物路的李唐未建成之前 仍会借用西院开会 1939年11月24日 南宁第一次沦陷 200多名未能及时逃避的女性 被录至中华大戏院拘押 日军在戏院左侧的新西江旅社 和院后的金师巷等处 设备安索 1940年10月 日军参谎撤出南宁 但战争留给南宁的窗伤 像一团化不开的阴影 涌罩在城市上空 为了刺激电影放映夜的复苏 中华大戏院几经周折 购得了美国彩色故事片《青鸟》 这是一部根据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梅德林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由童馨秀兰邓波尔主演 由于有声有色 自然引起了轰动 1947年租期届满 谭浩明四子谭文轩收回房屋后 与陈老九合伙继续经营大戏院 1950年 中华大戏院改名为中华电影院 如果喜欢务必三连哟 主页还有更多有趣的地方 你说我相遇 捉摸不定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相蒙 忽远忽近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相蒙 总是看不清 其实我永不在乎 掩藏真心 怕自己不能负担 对你的深情 所以不敢靠你太近 你不懂我的心 我不想得你太近 你不懂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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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